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 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难道是在帮统一后的新中国数钞票吗 这两天国民党发布了一个新闻 宣布发现一批黄金债券 国民党发现的这一批黄金债券的市值 相当于新台币385亿元 国民党因此呼吁民进党当局 还有民进党的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要重视要正视国民党对中华民国的贡献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认为蔡英文跟民进党方面 成立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这样的一个动作 可能比川普要盖美墨边境的长城 还要来的愚蠢 难道民进党成立党产会 把国民党还有台湾的工产 算得那么清楚 是为了方便中国统一之后财产的点交吗 是在为统一之后的新中国数钞票吗 国民党其实也犯傻 国民党傻在什么地方呢 国民党到今天还奢望民进党当局 正是国民党对中华民国的贡献 没有错 国民党是没有错 没有国民党 没有两讲 哪里有今天的中华民国 但是民进党哪里在乎中华民国 民进党什么时候心里面有中华民国 民进党如果重视中华民国 如果心里有中华民国 又何必去中国化 又何必去孙中山化 又何必去蒋介石 想一想这个 国民党别傻了